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0日 洛新铺恶斗基斯迪新特 周六深夜,挪超联赛有多场激战同时开播 其中洛新铺将会在主场迎战基斯迪新特 虽然洛新铺近几个赛季面对基斯迪新特保持不败 不过前者近期状态低迷,排名跌出前四 失意面对走势比自己健康 而且排名更靠近前列的基斯迪新特 洛新铺要以利保不败为最低目标 尽管中场和新萨查利亚陈上轮打破一个多月入球荒 不过洛新铺依然难求一胜 他们在半场领先的情况下临完场前辈奥特足球会扳平 6月份至今五轮赛事遭遇二和三负 期间多达三场无法破门,可见状态相当挣扎 排名已跌落至积分榜第六,何时重返胜轨令人难以预料 回顾洛新铺与基斯迪新特的交锋成绩 2017年至今八次联赛交锋保持不败 但和波次数多达五次,其中最近的三次都是 由此预测金铺在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赢敌 洛新铺很大可能也只是拿一分 相比之下,基斯迪新特目前录得六胜二和三负的成绩稍微好过洛新铺 排名积分榜第四,看起来状态好过洛新铺 不过要清楚的是,他们上轮战胜副班长白兰恩过程较为惊险 含金量并非充足,而且在那之前曾连续三轮路得二和一负的成绩 如此状态只能说强差人意 必须指出的是,基斯迪新特经济联赛做客发挥实属平庸 暂时取得二胜一和二负 其中有三场比赛进攻端颗粒无收 更不利的是,他们过去五次面对洛新铺有多达四次无法入球 进攻风格似乎被完全摸穿 是一出征延续连胜成数不大,拿一分全身而退都算有交差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